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飞人 在成为第一个撞线的百米飞人后 苏炳天大吼一声 庆贺自己终于打破了在大型赛事中 从未获得冠军的魔咒 众所周知 在苏炳天的头衔有很多 男子一百米和六十米亚洲记录的保持者 第一个突破舍秒的亚洲版图选手 但苏炳天一直处在尴尬地带 身上记录无数 但就是没有打赛冠军头衔 如今苏炳天终于夺得了个人第一个大赛冠军 正如苏炳天赛后所言 今天我打破了自己的一个魔咒 此前参加的所有大型赛事 圣运会 全运会 亚运会 我都没能获得过冠军 今天我终于做到了 其实对于苏炳天的这个魔咒 也给他引来了很多质疑声 苏炳天已经29岁了 跑不动了 但对于这些质疑声 苏炳天只是一笑而过 选择用成绩证明自己 比如在6月23日 苏炳天在国际前连世界挑战赛 马德里站的一百米决赛中 苏炳天跑出了9秒91 再次刷新了亚洲记录 如今苏炳天状态不减 在亚运会上跑出9秒92 再打破魔咒的同时 也打破了质疑 苏炳天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本来去年就退役的 对我来说 现在比一场赛就是赚一场比赛 这些 比赛对我来说本来就是没有的了 所以我现在对于比赛成绩 还有名词都是很看得开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炳天要止步步前 他表示 今年最大的目标 就是突破个人最好成绩 在谈到质疑时 苏炳天表示 这个还是要去尝试一下 自己去突破一下 其实我现在已经很满意了 但29岁了还能跑出这个成绩 我觉得很好了 在中国可能过十年八年 也不一定有人到我这个年纪后 还能跑出这个成绩 得把想法的码开 都没有查过 我觉得我们早就快点到大纫取 5天目前 给大家的钱 在这里 我的家里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 现在我们的家里